創作基金会中华分会照顾 博物管来将近百万互的特务林家庭 这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社会观看事感到很多 英文反立困境 新港区的爱心企业和北餐营党首长 知道实时之后 是在北架公司 新演发的科技行 吸水母金 改良 过来观众就三百祖 客座怀猎猎猎猎猎 在唱今天第三品 给創作基金会 后来减轻就特务林家庭的医疗负担 創作基金会中华分会 照顾博物管来将近100个特务林家庭 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作成社会观看减车 英文含立困境 新港区在地爱心企业和北餐营 这天的消息 马上将公司新演发的科技型吸水毛金 来进行改良 中京观景三百祖的浴金 口水金 铲手金 铲手金 让創作基金会 很柔软啊 又熟水啊 又快干 那我们就说 那这样的话 你看有多少需求 我全部来帮你们全新的做这么一套东西 比如包括 河水金 就是用美容毛巾来代替 再来呢 是铲手金 铲脚金 各式各样的 安养燕那边的植物人 他们可能洗完澡之后 还没有穿衣服的时候 身上会有一点凉 所以建议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毛巾 放大 变长变宽 给他们可以 被毛巾被的概念把它盖著 不会着凉 我们需要柔软的这些透气筋 来保护它的就是脸颊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植物人 它变成植物人之后 其实它长期肢体软缩 而关节僵硬 所以很容易造成 像我手部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它会软缩 僵硬 然后导致它的手掌内的净润 破皮 发霉 发臭 其实白董很贴心 就是有制作了我们这个叫做手握卷 手握卷的部分把它对折 那其实在植物人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缠纱的动作 缠完了之后 它的手可能还是一样是僵硬软缩的 但是它中间都有穿插 我们的手握卷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拆掉去做清洗 晾干之后再重新使用 对 这个部分目前它研发的 非常棒的地方就是 它的使用寿命 可以是一般毛巾的三到四倍这么久 独出一晚 构地人的动作层 也心安欢心感光灵 大心修后照顾人的油骨 对啊然后对于我的 就是背部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们翻身可能就是会比较好 对那如果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电动床 可能没办法升到这么高 其实对于身高比较高的一些 照顾人员 长期下来会有职业伤害 那可能也会造成它的 腰部的不舒服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谢谢 白总之长这个部分 帮我们一起研发 更适合我们 照顾人员所需要的一个 我们居家智能床的一个高度 白菜营当属充基础 这次特别针对 特别人的需求 极致法三百座的産品 专属光和创世基金会 以往来降低 特别人家庭的医疗耗宅负担 另外今年还会在观察 10点电动层和中华官政府 合作照顾需要帮助的家庭 白总也在所好友 社会代表新出元首 来帮助创世基金会 照顾特别人家庭 大众华新闻也风无 新港彩虹报道